嗨,欢迎收看小蜜未知世界,我是羊羊 说起暗物质和暗能量,我们至今还没有办法捕捉到 也没有办法感知到它们的存在 更别说想一看它的庐山真面目了 但即使是这样,美国一位物理学家丽莎·兰达尔却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恐龙时代就是被暗物质所终结的 它不仅把恐龙全部打包带走了 还同时改变了整个地球的生存环境 导致了新时代的到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 难道这位物理学家在对那个远古时代的研究中 发现了关于暗物质的竹丝马迹吗 我们回看一下众多对恐龙灭绝的猜想中 最主流受到人们认同的不外乎小行星撞击假说 气候变化假说,疾病感染假说等等 而这位物理学家支持的正是小行星撞击假说 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为什么会有小行星撞击地球 根本原因就是暗物质在其背后作为推手 丽莎认为,这些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是由暗物质推送过来的 也就是说,暗物质最终间接的将恐龙灭亡了 它又是怎么证明自己的理论的呢? 丽莎在理论中指出,有一小部分的暗物质具备一种类似电子力的作用 通过这种作用,暗物质会在星系中形成某种 无法感知却能影响星体运行轨道的作用 这些小星体就是被这一股力量影响从而偏离了自己原有的轨道 最终穿过地球的大气层撞向了那些不名所以的恐龙 并最终导致了恐龙的灭亡 当然了,丽莎本人肯定也还没有真正感知过暗物质 因此啊,这个理论在众多学者看来 只能当作是一个理论上的猜想 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 或许可以这么说 人类也是由暗物质间接创造的 不知道各位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谈蜜味知识界 留言与我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啦